从千墨纵横到水网密布 从绿林苍翠到蓝海惊涛 珠海 这颗珠三角城市群中 极富活力的滨海明珠 濒临南海 毗临澳门 传统和现代在这里碰撞 山川与海洋在这里相逢 得天独厚的物产造就了食材的变幻无穷 而人们的巧思创造 则赋予了风味的气象万千 漫长曲折的海岸线 孕育了丰富的海产 九月 三个月的休渔期结束 南海迎来了开渔的第一天 阿诚和叔叔又要登上渔船 这种小型船只被沿海人家视为 值得信赖的伙伴 它是渔民的生计 离开荷花渔港 航行几小时后 叔叔即将撒下第一网 老渔民的敏锐告诉他 这里会有惊喜 好大风大浪 哎呀 就远一点啊 就远一点啊 发发发发发 临近农历十五 浪潮将要到来 小船开始颠簸 温书紧盯海面 阿诚则张罗餐饭 这是叔侄俩多年的默契 小黄鱼简单油炸 色泽油亮 表皮胶酥 内离软韧 船上条件艰苦 这样的餐食 已称得上豪华 借油吃饭短暂休憩后 接下来需要耐心的等待 加多个人啊 起毛 收网 鱼网已经在水下折服数个小时 拉出水面 温书略感失望 鱼货比预计的要少 大海展现出来的慷慨 总是阴晴不定 很多鲜啊 大鲜 你看看这个大鲜 哇 有一条文发鱼 半天的颠簸 最终换来了几十千克海货 此刻还不能怠慢 一番忙碌 接下来还有更重要的工作 难得的风平浪静 温书要将新鲜捕捞上来的鱼货进行晾晒 马骄鱼 一种体型修长 刺少肉多的海鱼 它将成为今天的主角 刺少肉多的海鱼 这种体型修长 刺少肉多的海鱼 但是你能够 尽量的海鱼 是怎么做的 这种海鱼 这种海鱼 就像我一样 那种海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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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期出海 输职收获颇丰 回到码头 晾晒好的鱼竿 很快就被鱼杆的收购商 抢购一空 此外 阿诚还特意 为在海鲜酒楼担任主厨的老朋友李川 留足了品质极佳的咸鱼竿 川哥 阿诚回来了 对 这回处理时间长 对对货比较多 来你要的对虾 瑶柱虾米都给你带来了 这个对虾好 对对对 然后还有这个瑶柱虾米 对对虾 这些做海鲜酱都可以 行 来了来了去前面坐会 坐会给你炒辣菜 好 谢谢哥 老友出海凯旋 李川自然要款待一番 他决定就地取材 施展厨艺 杂鱼蒙火烹炒 在热油里爆出香味 食材表层的胶原蛋白和调料相遇 形成浓油赤酱的芡汁 油润不腻 辣而不燥 小炒花隔 无需过多作量 出锅后便清香宜人 最后一道清炒厨鱼 肉质脆韧弹牙 这是李川的拿手菜 这碗杂鱼 尝尝这个是不是还是那个味 好啊 好啊 试一下 试一下 来 老友相逢 自有一番酣畅淋漓 让人心头温暖的 并不一定是真修 更重要的是此刻的相聚 短暂的温暖鱼 短暂欢愉后 这批品质甚好的咸鱼干在李川手里 还将派上大用场 在珠海 渔民出海 船上条件艰苦 只能满足果腹的基本要求 长此以往 一日三餐成为渔民们最为发愁的事情 李川和许多渔民都是好朋友 身为大厨的他 决定烹制一道几百年来 风靡珠海的海鲜酱 传统海鲜酱工艺繁琐 渔民们没有时间准备 李川经过多次改良 打算再做一次尝试 海鲜酱配料复杂 不同食材贡献不同风味 搭配颇为讲究 金华火腿是李川的创意 腌制三年以上的最好 代替食盐的同时 也能释放肉的香气 瑶柱 带有浓香富裕的气息 也是海鲜酱的重头戏 而咸鱼干则是灵魂 饱鲜提味 柔韧的质地 营造出风银鲜美的口感 食材混合翻炒 闻火熬煮 美味慢慢酝酱 特殊的食材搭配和独特的制作工艺 让海鲜酱可以储存半个月之久 这种属于沿海人家日渐稀有的传统风味 如今又在李川手中出落的活色生香 看似简单的海鲜酱 前后准备工作 却要足足两天的时间 两天恰好也是阿诚和叔叔短暂休整的时间 出海之际 海鲜酱被送到渔船上 与面食搅拌 一勺海鲜酱足以让最平常的食材 陡然变得芳香动人 这一口地道纯粹的海鲜酱 饱含着大厨心意和熟悉的家乡味道 足以伴随着渔民度过每一个辛勤的日子 越是弥足珍贵的美味 外表看上去 往往就越是平常无奇 辛苦操劳 给身心带来的那种幸福 从来也是如此